小说,会员卡的套路陷阱。老王给我发了一篇在微博上的杂文,题目叫,会员越多,套路越深。老王这样写道,当下各类讲习班,大师班,进修班,金融班林林总总,不仅办得风生水起,而且火爆大江南北,讲课老师都有金融学专家,市场学博士,抑或商业心理学博士后的头衔。 他们讲课的内容,一是教授如何拓展市场,二是迅速发展顾客数量,三是乘胜追击,抓住顾客贪小的心理,诱导其进入你的商业帝国圈子。老王自称他去了不少于十家大师班,学习商业诱导术,听了那些商业高手,市场专家的讲课后,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若要顾客来,就半会员卡。 大师们在课堂上不断的举例,就是重复这几个案例。 案例之一,某饺子店生意不佳,老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,于是就上了大师课,希望大师们帮他出谋划策,转威为安。 某大师听后献祭说,不管你的饺子馆味道如何,不管你的饺子馆装修的怎样,这些都不重要。 你要把精力放在会员卡的思路上,让顾客成为会员,充值500元的人,优惠20%,充值1000元的人,优惠30%,这是利用顾客贪便宜的心理学,占领市场的法则。 顾客已经充了你饺子馆的值,就等于你放了有勾的余线,顾客为了不使自己的充值钱归零,他必须来你的饺子店。 大师继续说,你还可以推广发展下线的策略,介绍客员来的人,不但优惠多,还得积分。 当然这个模式有点像那个,那个,叫老鼠,什么会的模式,这个嘛,大家心知肚明,心照不宣就行。 总之,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,光靠饺子的味道,店面的装修,这些简单的硬件来吸引顾客是远远不够的。 在AI的时代里,目前我们设计出最好的赚钱模式,就是会员制,就是会员卡,就是充值机制。 说白了,就是千方百计将他人口袋里的钱,利用心事技巧挪到你的口袋里,你就是赢家,你就是王者。 大家应该明白,一个道理,当你向他人借钱的时候,你是孙子,甚至是曾孙子,一旦钱到你的口袋里,你就是爷爷,甚至你是他妈的太爷爷。 你可以对你债主说,你的钱,我一分不会少还,我的身价会在乎你几个小钱吗? 我明天就给你打过来。 当然这个明天是永远等不到的明天,是第五百次世界大战后的明天。 老师说,你们都要学会演戏,演孙子时就得是孙子,演爷爷时就得像爷爷。 老王说,听了讲课后,深感市场经济的套路,很是博大精深,就是一家小面店,饺子馆就有这么多的套路,可以施展计策。 令老王高兴的是,几天后,他的一位远亲老何来找他,请他出个主意,把一落千丈的生意拉起来。 老何原本也是饺子馆的老板,但经营不善宣告破产,后来有消息说是招聘还位工作员,老何去了应聘才知道原来是公厕管理员。 老何为了有个安稳的生活,就上岗做了这个工作,但一年后,那公厕的领导改变了原先的工作内容,要求每个公厕向高层缴纳一定数量的基本费,不达标者要扣除工资作为惩罚。 老何干了几个月,都被扣除了基本工资,因此,今天特来请求老王帮他献计献策,起死回生。 老王一听,顿时来了兴奋感,他可以把大师课堂学习到的知识大显身手,用于社会,服务于人民。 老王马上颁出了会员制学说,并对老何尊尊教会,经营你的公厕也像经营拉面店和饺子馆一样,因为顾客都是人,是人就有贪欲。 所以你要充分利用人的贪欲心理来经营好你的公厕。 第一,你要实施公厕会员制,先充值200元一张卡,规定,干大的和干小的,消费价格不一样,大的优惠多,小的优惠小。 但要鼓励大家多来干小的,这也是薄利多销的盈利法则。 第二,在会员卡制度成熟后,你可以和附近的面馆或饺子馆联营,凡是那些馆子里出来的人到你的公厕办公一律八折,小的五折。 同时,你的会员去他们的馆子也要他们打折,理由是你帮他们输送了裁员。 老王补充道,也许你会说,馆子里都有厕所,为什么一定要到我的公厕来办公? 老王唯唯献计说,对面的主页是拉面和饺子,不是厕所的卫生等级,因此对面的办公处一定臭得无法忍受,这就给你的办公室创造了客员机会。 如果对面的馆子厕所没有味道,那你可以去那里创造一点味道,味道一重,客员自然就到你处来消费和享受了。 俗话说,兵不厌诈,现在你不但要活学活用,而且要善于灵学活用。 和对方的馆子打一场公厕味道战。 第二,你的硬件也不能落后于其他公厕的服务设施,比如设立VIP包厢,包厢内不仅充满着芳香,如茉莉花香,兰花香,茶花香等,不仅如此。 包厢的马桶一定要装上日本产的Tshiba智能马桶盖,那日本货名字也起得够绝的哈,Tshiba的谐音就是脱去吧。 你的客人只要来一次,不但通了遍,连日语、汉语都学会了,一举三得。 第三,你的会员规定还可以附加一个条件,凡是持医生证明的立即患者在本所办公,不但可以使用VIP包厢,享受日产马桶盖待遇,甚至全部免费。 本公厕以此回报社会,以此感谢广大便有的厚爱。 第四,附加条件二,凡是持有医生证明的潜力线患者在本公厕工作,本所亦怀着对尿有的关怀和厚爱,一律可以享受免费待遇。 第五,凡是患有痔疮的病人。 老王还有计策要线,老何马上伸手阻止,大哥,光是上述四条应该够用了,估计客员会像前堂江涨潮时那样滚滚而来。 几天后,老何依照老王的计策在他承包的公厕外墙上贴出了公告,本公厕董事会经过深思熟虑和缜密的沙盘推演后做出如下决定。 一,即日其本所实施会员卡制度,将会对会员有重大优惠措施发放。 二,在本所内,无论干大的还是干小的会员,本所都有惊喜赠送。 三,凡是本所的会员者,进入对门的拉面馆和饺子馆也有折扣伺候。 四,凡是泌尿系统的病患,无论是便有还是尿有,本所更有重大喜讯提供。 本策董事局所长顿手,公告发布后,不但惊动了泌尿系统的患者,更是让那些大师般的老师乐得闭不上嘴。 一位竭力推广会员制的老师,在课堂上激动地对学员说,老板们,推广会员制是今后商业发展的最佳模式,现在唯有这个模式可以和电商抗衡。 电商曾经把我们时商逼得走投无路,弹尽粮绝,今天的会员制就是反击的信号弹,就是诺曼底登陆的第一枪。 大家注意到没有,会员制不仅让拉面馆,饺子店起死回生,而且我们的拉面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,你们看见了吗? 前面那家叫东方面馆的店面就是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,不然哪敢叫东方面馆,光荣啊! 不仅面馆起死回生,产生了极其正面的连锁反应,隔壁的公共厕所也开始实施会员制,现在他们的VIP会员人数是与日俱增,日进斗金呢,那速度犹如滚滚长江水,奔腾不息,一泻千里啊! 同学们,我们会员制目标远远不会停留在面店,茶馆店这些实体店上,我们要把会员制冲进殡仪馆和活葬场,我们要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,也要享受到会员制的福利和待遇。 会员制老师讲完后,向大家深深地居了一躬,然后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讲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